以福所书第五章 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以福所书第五章 我们看见在昨天的经文当中 保罗提醒以福所的教会 当然也提醒我们 他说我们蒙召就要以蒙召的恩来相称 我们既然蒙了上帝的恩典的呼召 那么我们的生活就要活出这种的恩典 其实在昨天的经文 保罗就提到我们的新的生命要彰显出来 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自己 新的我 因为这个新我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更新的 那来到第五章 保罗其实也延续昨天这个新我的讨论 在第五章一开始 他再次说 我们作为蒙慈害的儿女 这个的表达跟前面讲到 我们是蒙上帝恩典呼召的 其实是很类似的 他说我们蒙慈爱的儿女 第五章第一节 就要效法上帝凭爱心行事 因为基督爱我们 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己 好像新乡的供物献给上帝一样 我们是蒙上帝的慈爱 哪一方面 或者怎么样蒙上帝的慈爱呢 是借着耶稣为我们牺牲自己 耶稣的这一个救赎的举动 把自己牺牲 为了挽回我们 其实就说明上帝的爱 是怎么样在你跟我的身上 来显明出来 我们既然蒙上帝的慈爱 需要用爱心来行事 活出这一份的恩典 活出这一份的爱 这很回应 昨天我们所看的经文 讲到我们既然蒙昭 就行事为人 就要与蒙昭的恩相称 那来到后边呢 特别是在第十六节 那边说什么呢 他说你们谨慎行事 不要向无知的人 第十五十六节 乃向智慧人 然后他这里就提到 要爱惜光阴 这是合本的翻译 合本的修订本呢 就更靠近原文说 要把握时机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什么叫爱惜光阴 或者把握时机呢 爱惜光阴 有一点像我们想起 小时候所学的 那一个的谚语 一寸光阴 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 好像告诉我们时间很重要 好像金钱那样重要 甚至不能够用金钱来换时间 但是在中国谚语的这种的时间光阴 它是一种的流线型的时间的概念 就是它就是一个的时间不断的向前走的一种时间的概念 那么在这段的经文当中 其实经文要表达的不是这一种 Chronical 这个时间的流线的那一个概念 它要表达的是一种特定的时刻 英文我们叫做moment 在希腊文它其实是Kairos那个字眼 那Kairos这个字眼是一种特定有意义的时刻 我们的生命从出生 一直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头 那我们的时间都是在溜走的 那但是不是每一段的时间 所做的每一样的东西都有很特殊的特定意义 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缩牙洗脸 那个很重要 但是你说它很特殊 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需要留下来吗 没有一个人写传记会写他早上缩牙洗脸的 所以在缩牙洗脸的时候 他顿时有一种的领悟 而这个领悟决定了他生命当中 一个重要的决定 带领他信主 就在那个时刻想通了 或者是投资一盆的生意 赚了人生第一桶金 在缩牙的时候想通了 那一个的缩牙就成为一个moment 要不然呢 他就是像时间这样子溜走 那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爱系光阴 或者是原文呢 其实他是指向要赎回那一个的时刻 to redeem the kairos redeeming 赎回那一个重要的时刻 换句话说 保罗在这里要表达的 不是一种流线型的观影概念 事件的概念 保罗想要表达的是说 我们要把握或者是抓住 或者甚至要努力的 如果那一个的时刻溜走了 看看可以怎么样把它赎回 因为这些的时刻 可能真的是一去不复返的 因此在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要好好的珍惜 好好的把握 这就让我们看到 原来我们的生命 活出蒙昭的恩 或者活出行事为人 有爱心的相符合的生命 那原来不是可有可无的 而不是一直都有这样的机会 保罗下一集讲什么呢 在第16节的下半节 他说 要把握时机或者要赎回时机 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 现今的时代邪恶 这是罪恶的破坏 罪恶的拦阻 这个世界一直走向一个更糟糕 更败坏 更沮丧 更叫人失去盼望的一种处境 这是这个世界一直往下走的一种的情况 保罗说 现今的时代邪恶 我们便以为说 要活出与蒙昭的恩相称 慢慢来 与爱心形势慢慢来 当这个世界越来越走向败坏的时候 时代越来越邪恶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想活出爱心 都会显得困难了 我们能够想 我们不难理解这种的情况 当这个世界都不再以爱心形势的时候 你要以爱心形势 你可能就很容易被人占便宜 当这个世界都以谎话 都以谎言 甚至在网上买东西 买做买卖 很多都是欺骗 跟人的见面谈生意 很多都是这些糟糕的一种的行销策略 那你要在这一种的狼吞虎咽的商业世界当中 你要过一个正直 你要过一个平诚信 过生活的人 那很容易就被整个世界 这种邪恶的潮流给吞灭掉 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一种的情况 因此保罗说 我们要把握时机 但我们还可以的时候 但我们仍然以爱心形势 人家还会去珍惜 会去appreciate的时候 那我们要快快继续的 勇敢的 坚定的 用爱心形势 因为爱心形势也会传染出去 但一个正直的生意人 用基督教的方向 或者是立场原则 来做生意的时候 他也会感染身边的人 他会活出一种不一样的生命 但是这个的窗口 做生意爱心形势 诚实诚信的窗口 可能并不是永远打开的 包括传福音的窗口 也不是永远打开的 因此保罗提示提醒我们 要珍惜机会 要赎回机会 如果现在已经错过了很多 我们更要努力的 多做一点 让这个的机会 有机会再次的回反 我们仍然能够 做到上帝给我们的使命 因此对方姐妹 我们不要以为一天还有一天 什么一日复一日 明日何其多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时刻 很多时候就是过去 溜走 可能就不再回头 今年是我们教会 巴圣堂的步道年 我们更要彼此提醒 要把握机会 要宣讲福音 要把家人朋友 用各种的方式 尽我们所能的 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 因为我们不知道 机会什么时候还有 这个人对福音敞开的心 什么时候仍然存在 我们为了向神求 继续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 让我们继续能够有各种的智慧 来完成这个的工作 对姐妹 让我们活出信仰 活出与蒙灶的恩相声 与爱心来行事的生命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帮助我们 活出你所喜悦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